据台湾媒体报道,高临峰日前传出可能患有临血癌,多日来在家人演习台北议员林瑞涂等好友的劝说下,卓终于前往台北荣总做进一步检查。 他说,我是白青蛙接受实验,习一可贵,中医也应被尊重,而明明此时就是我重新登台的日子。 但昨晚荣总检查证实,他患有急性五随性白血病,即是血癌。 今年6月,因违反未成年18岁去夜店规定的宝地,又被拍到去夜店2046。 一行人有男有女共五人,刚过完15岁生日的宝地,依旧不理会未成年宵禁规定前往。 高临峰如今病情并未明朗,儿子却进出夜店乐不思处。 昨日高临峰表示,他不去夜店难道要在家里看我这张脸吗?会比较快乐吗?还不如去放松放松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